那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是一场60分到40分之间 四班马纯旋马1200米的角逐 好 开闸了 八匹马冲出了闸箱 我们看看从目前出闸之后的情况 应该是二号华星公主 目前暂时处于领先 紧随其后的是一号的历劫重生 就像赛前我们给大家预测的那样 华星公主和历劫重生将会是这场比赛 夺冠的大热门 在出闸之后马上展开阶列争夺 现在是历劫重生处于领先的位置 在外篮处于领先 看来历劫重生今天状态不错 似乎是越跑越快 要拉开和身后马匹的差距 转过了第一个弯道 马上要进入第二个弯道 领先的还是一号的历劫重生 也是分场比赛评分最高的马匹 进第二个弯道 马上要进400米直到的冲刺 领先的依然是历劫重生 身后是二号的华星公主 历劫重生在加速 身后的马匹也在追赶 我们来看一看 包括六号的华星二六 也在分地追赶 华星公主追了上来 身后的两匹马在分地的发力 而历劫重生现在已经有些发力了 华星公主现在处于领先的位置 二号的华星公主越跑越快 马上就要冲刺 应该是二号的华星公主 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骑士 马连凯 练马师 马连凯 时间是1分18秒15 获得第二名的马匹是 六号码 华星26 骑士 陆真纪 练马师 牛纪5 时间是1分18秒55 获得第三名的是 一号码 历劫重生 骑士 建国 练马师 张明亮 时间是1分19秒76 练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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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马师